就在昨天关于浪费粮食的问题正式被写入了反食品浪费法草案 是啊 昨天上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会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首次提请会议审议 草案明确了食品浪费的定义是 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利用 也就是说能吃能喝的你并没有吃完喝完 那草案规定说各级人民政府和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 应当就食品浪费问题加强管理 公务活动用餐应当推行标准化饮食 科学合理安排用餐数量和形式 避免浪费粮食咱们每个人都得行动起来 比如说草案对餐饮服务提供者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主动对消费者进行提醒 要适量点餐 点餐的时候也要提示餐食的数量跟份量 并且要提供小份餐等不同规格的选择 如果是碰到那种明显造成浪费的消费者 那餐饮服务者就可以收取处于垃圾的相应费用 对能吃多少咱就吃多少 必要量力而行 这暴饮暴食这事咱们坚决不提倡 对而且相关的媒体跟这个网络英视频提供者 也不能够去宣扬说量大多吃这样的内容 吃不完的就不要点嘛 省下来可以满足不少有需求的人 反食品浪费法草还要求说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建立捐赠需求对接机制 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向有关社会组织 福利机构救助机构来捐赠尚在保质期之内的 可安全食用的未售出食品 这浪费粮食之所以如此严重呢 给大家会说个数字 您就知道了 我国粮食每年损失量已经超过700亿斤 对啊民以食为天 我们对吃的追求带动了餐饮业的发展 而目前我国餐饮企业已经达到了670万家 2019年营业收入高达4.6万亿元 但是餐饮业速增的同时 半生的浪费现象也是让人触目惊心 根据统计仅仅城市餐饮每年食物浪费 就大致在340到360亿斤 这其中呢还不包括居民家庭饮食中的食物浪费 除了在消费环节的浪费呢 我国粮食损失浪费还存在于生产储存加工等环节 每年损失量达700亿斤以上 数字真的是挺惊人的 但愿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例行 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浪费粮食可耻 这个观念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